我是哲伟 你好,我是哲伟 我是哲伟 唱的介名 今天是 宋伟主委一经 我们是 社会重新的 你好 他叫林导 你好 很荣幸见到你 我们里面三十几个 不然都已经就是 很期待给人知你 是真的 其实你们只要经过就可以看到 就会看到 哈哈哈 这会是他们说 对的事 很好 你叫你 肯定是会就是 色的抓开 一些情统 这样 这样 我今天是因为我 想要参访那边 就是写说 然后把固在 地面代表 网页上 嗯,没关系 对,我就练了 对 没问题 好 我现在讲话这个速度 原谅也可以吗 所以 我说得到 我有文字记录 哦,你有文字记录 哦,了解 没有问题 有文字记录 嗯,好,这样 嗯,好,这样 嗯 嗯 我今天我们 我还是简单字 我知道 就是 我其实是住在你 五月 然后不然是意外 是的 嗯 嗯 我的求学 跟就业 其实 都是 一般的教育 跟一般的 就业程度 一般的教育 嗯 嗯 我没有 就读涉教育 哦,那解了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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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也跟 大家教育 其实没有太大合理 对 对 所以 就我来到 这位 空间领域 这一块 因为我们加入这些 男子 好像 不论 我们跟很多店家 我们要跟 不同人 都充电一起 对 我们留大 然后那个时候 发挥自己 擅长 在那些 故事 的那一块 可以去 或者融合 一两八 对啊 嗯 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那一部分 加在一起 就是很大一块 对 所以就是我对这块 都充电的条例 没错 对 那我也希望 自己有趣而已 发挥自己 什么 所以我就是说 文字断继 那方式来发挥 我觉得 是 比较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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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 因为我学习很多人 才方式 对 那不管是 或是 政治的议题 或是说 社会中心的议题 我觉得可以 我们主要的角度是 身心都见证 你别让自己 社会中心 你 你愿意 不像这边那种 永远 对 嗯 那 我就 从第一题来 好啊 就是我就是 回答的角度 就是让大家 更认识社会 創新的议题 这个角度来回答 是不是 好 没问题 嗯 你知道 嗯 其实 因为我们不像 你人家这种 重心工作 对 那只要看到 每个礼拜三就是很多 还是 这个领域的人 是来 向你 评问一些 建议 对 你只要 不知道 他们会提出 哪个领域的 嗯 我建议 然后是反映出 人家这种 应该是建议 对 嗯 是柔和的现况 对 好 那我想我就 直接从 上个礼拜三 因为我每个礼拜三 都在这里 那 这个礼拜三 因为你是第一位 所以后面的人 要问什么 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从 上个礼拜三 大家问了什么 来回答 好不好 上个礼拜三 首先 9点开始 是香港有一个 叫做苹果日报 的一个媒体 那他是来采访我 他想要询问说 我们这边 台湾防疫很成功 那而且呢 也是社会之间 想出了很多 新的方法 那当然 香港那边 社会上也想出 很多新的方法 但是跟我们这边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边 好比像说 有一位来教授 他想出一个方法 说你电锅 不要加水 你把口罩放进去 口罩就可以消毒 嘛 他一下子到110度 再一下子降温下来 不会破坏口罩 还可以用个三次次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如果跟一般大家的想法 不一样 这个就叫创新 对 那社会创新呢 就是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 因为如果你大家 家里有电锅嘛 像我家里 专门有电锅 用来消毒口罩 所以这对社会 就有帮助 因为我口罩可以用 比较多次 那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 不是只有我们 卫生福利部才能提出意见 这就叫众人知识 众人组织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 这种公益的事情 那他的这个想法 就属于我们的 永续发展目标的第三项 就是照顾大家的健康 因为口罩可以保护我们 那在台湾 那在台湾 这个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但是政府呢 他的公用 就是我们的卫福屋底下 有一套食药署 食品药物管理署 他们就去做实验 他们做实验的结果 而且这个创新的想法 真的是有用的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看到 到城市中指挥官 在他当时每天开着记者会上 自己用电波来干真吼唱 告诉大家说 这个社会创新是有道理的 因为城市中指挥官的那个节目 非常多人收看 所以大家一下子就学到这件事 而且呢 他不是自己好像把它收割去 他是请赖群女教授 到他的这个直播上面 跟记者去讲解 去说明 而且还请赖教授来录一个影片 当然因为赖教授录的影片是中文啦 那我是帮忙帮他翻译 尝很多不同的语言 给全世界的知道 这个就是说 我们社会冲进不知解决台湾的问题 也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香港的有相当的媒体 对这样的模式很开心趣 因为香港的城市 比较没有这种社会有一个想法 他们就算一开始反对 后来经过实验就采纳 采纳之后又输出给国际的 这样子一种户型 所以他对这个户型 很有兴趣 那这个户型 就是我们历史七项 叫做达到共同目标的伙伴 关系 就是民间跟城府成为的伙伴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三的 第一个来问我们的问题 OK 对 所以你会说 所以你会说 住完日 任何医 过去 找到某方式 大家可以 对 通用者 然后问一个教练 对 对 让你这方面 这个地域更加要把他担追 所以 对 就是说 政府呢 当然是要照顾到所有人 可是政府 自己想不出全部的想法 民间有更好的想法的时候 等等的技术 去确保说 跟他们一起工作的这些 生长的这些朋友 从他们的案主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像当时 国外的教授 不知道我才十四五岁 音语也不太好 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说 这么厉害的 标注的这些工程师 其实是生长者 那这个时候 你才不会有一个标签化 就好像说 我要特别照顾生长者 所以给你们安置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大家的专注力比较好 那所以说 手眼协调也不错 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看他很专业 很放心 那最后他才发现说 原来这是一群生长者 那这样才对生长者的 这个心里面的尊敬 就会增加 这样子 对 很温稳的 若实就业 对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所谓的若实 不存在 不是若实 而是去找出说 其实反而是优势的一些部分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已经一分之一 对啊 一分之一 对 对 所以我从中 我去让 跟民党建制 有一个 和外资亚的企业 对啊 还有一个叫做 黑暗对话 的社会企业 它是请市长者 我们在全黑的环境里面 带你做很多团体活动 那明眼人在全黑的情况下 心里会很不安 但是市长者在那个情况下 心里很安定 而且很有权威 所以说 你经过之后 你对市长者 你的尊敬 我就提醒了 那 第五题 我的题目是 使用这些周见人 喜欢旅游 然后 看看自己也不用自己 对 那 你这样的科技 有没有 你 有办法协助 这些周见人 如果 環境的战略 然后 更出力的去 那其实这点 我也跟 跟郑文聊一下 其实 我有一点 这点的经历 就是 其实在两年前 我 我自己去澳门 我那个澳门 那时候自己有一个 就是小梦泉 那天外面有一天 站在那边 能不能玩一个很高梦泉 那其实 因为 我没有自己出国 对 然后 那今天是自己订机票 然后自己 酒店 然后自己 茶路店 但是去了 去不到一天 就回来了 就是 就是很及时的一个景点 其实那之前 就是让我自己 有些经验 就是说 你都过我路上 你自己真的也可以 去 去 你平时 神经都可以 去讲 你讲 对 你要这么 我也分享 这部分的一些 就是 有种工具 或是一些 知识可以 接触跟我 神经都可以 神经都可以 让你有那个 不能当我 很方便的 拿方英字 对啊 其实 像我如果去 一个陌生的一个国家 我不会讲他的语言 我也有点像是 神经受先者 对啊 因为我看不懂那些招牌 那我跟 就是市长 或者阅读长 也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我看了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别人跟我讲话 或者是说 要提醒我 注意什么东西 我听不懂 那这样的话 我跟庭长也没有太长远了 所以 等于是说 一个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 本来神经都会有一些受限 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现在叫做 辅助科技 assisted technology 它就是把你不习惯的语言 文字 等等也好 变成你习惯的样子 所以 像你现在正在用的 这个 我不知道是哪个应用程式 雅庭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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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我们讲的话 变成文字 文字 就可以看好几次 讲话的话 当然也可以倒准 但是你很难 别人一面讲话 你一面倒准 但是因为我一面讲话 你一面可以看字 所以这种辅助科技 对我们双方 都很有帮助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它在听觉跟视觉中间转换 那又像是说 机器翻译的系统 现在有很多包含 从眼睛上 或者从手机上 你看不懂的文字 甚至是点字的符号 你只要把它的镜头一对准 它就翻译成 你看得懂的文字 那这个也是 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样对语言的学习 也有帮助 因为或者像说 我今天才带这个耳机 来过来 那这个耳机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它不会挡住我们两个说话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如果现在把它穿上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讲话 我还是听得到你说的话 但是呢 这个耳机 它就可以透过一个叫蓝牙的技术 它就去连到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如果就是好比像说 我听起来有点障碍或怎么样 它可以有当作主听器的整个效果 又或者像说 如果我的视力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么现在也有一个技术 是说 我拿着手机 对准你手上所拿的东西 那它就会透过这个耳机 告诉我 其实那是什么颜色 或者是那是什么物体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即使我的视力比较弱 我也可以大致地知道说 你现在正在给我看 这么样子的东西 那因为它又不挡住我的耳朵 所以你一面跟我讲话 也不会被干扰 所以这些技术 就是不让我们被它们干扰 反而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容易沟通 这些技术本身 我们就叫CALM Technology 就是这些技术 科技本身 它在外围保持一个很平静 是需要的时候 来提醒我们说 我们可能本来看不清楚 听不清楚 或者甚至想不清楚 它提醒我们 现在要看这里 要听这个 要想这个 那这些辅助式的 所谓的CALM Technology 也是我以前 有六年的时间 我在苹果 跟一个叫Siri的团队 一起工作 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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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多地方 其实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不但你不能去 我也不能去 所以 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技术 叫做虚拟实镜 我们刚才讲的技术 大概都是扩增实镜技术 就是我们还是面对面在讲话 但是它在上面加一些讯息 虚拟实镜 就是说 你的眼睛完全看不到旁边的东西 但是看不到别的地方 像户外 这叫VR 你的耳朵遮起来 听不到这边的声音 但听到别的地方的声音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 把你自己好像传送到别的地方的技术 也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空总的当代文化实验场 很多人正在花很多力气去做的 像我们隔壁有一个叫音像实验室 我有去参观过 你进去那边 就看到很多喇叭变成一个球的形状 半球的形状 然后你在那些喇叭的正中间 闭上眼睛 它就会把你带去万华 帮你带去英国 帮你带去很多地方 因为你就有一种身力其境的感受 因为那边的声音完整的传过来 而且没有回音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之后也可以约个时间 去那边体验看看 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国 但是你可以感觉你在国外 哦,明白,明白 这种科技也可以帮你 那我来去达到 他人军有提款 然后你才知道他们的提款 对 那 第六题就是 对 请问你明天关注哪些网络的一遍 嗯 有助于读发社区的 发展可以 你可以认识 你 那 那 请问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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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你们有多种 我其实 真的蛮 可以 它就是你跟我们经理的方式 对 对 请问你 请问你 我们的一篇字 好比像說,除了博恩之外,我之前也有一位朋友叫做張智琪,他有經營的頻道叫做智琪77,那這個頻道就是他每個禮拜七天,花七分鐘跟大家講一件事情,所以有一集就是他跑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然後跟我討論歡樂為什麼不發達的這樣子一個心理學的科目。 他就告訴我們說,在以前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可能你也知道是空軍的一個基地,空軍總部,當時還有空軍的軍人在這邊守衛,那是最近幾年才變成我們社會創新當代文化的用途,那智琪就是最後一批衛兵,所以這邊其實是一間他當兵的地方,所以他回來就發現怎麼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也會講一些他以前在這邊的一些經驗,也讓我們看到說,這個地方真的空間就整個解嚴了,本來是一個戒備森嚴的地方,現在變成任何人都可以進來的一座公園了。 所以這個也是點點山花了很多的力氣去設計,包含像有很多西韓文人的這些就是朋友們,之前有做過很多公共藝術嘛,像那個足球場嘛,等等啊。那大家從外面一看,就被吸引,被吸引就會走進來, 更不要說現在從建國華使遠遠的就會看到,所以大家被吸引就可以走進來,那這個點點山之前都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才會讓智琪一來就發現說,跟以前張衛兵的時候怎麼差那麼多,所以這個是我會關注的一個頻道。 我會關注的一個型號碼。 我覺得我會自己也會關注的。 DCD就是我個人有一自動架,我個人一人特別有經驗。 對。 因為我有一個人自己可以拍一次,自然地進行動。 因為我們今天,曾經在過好幾個影片都是你在說什麼,能不能介紹,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有一個叫做公車專用道的概念 就是從新義路的中山南路口到光復南路 離我們這邊也沒有很遠 就在附近了 其實現在已經有無人車每天晚上都在那邊走來走去都在開了 不過它真的無人 因為它也不載乘客 所以上面也連乘客都沒有的無人車 為什麼需要這樣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無人車它後面有一個概念叫做機器學習 它要像小孩去認識路一樣 你要先教它這個路 在白天看起來這樣 在晚上看起來這樣 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晴天 雨天 它看起來都不一樣 機器必須要學習到說 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下 這都是同一條路 它的標誌標線是長這樣子 它之後碰到各種無發狀況的時候 它才能夠去應對 所以現在就好像在交這台公車 公車專用到在不同情況的樣子 在大概最快9月 大家就可以去免費去搭無人的公車 當然它是在捷運結束之後的時間 凌晨半夜才開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搭捷運回家 而且覺得說叫計程車可能比較會 這個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在捷運 公車都已經沒有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無人公車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替代品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棒的就是說 它試驗各種不同的車型 包含9個人做的 30幾個人做的 這些加起來就可以彌補公共運輸的缺口 所以台北市我覺得智慧城市辦公室 資訊局在這個方面 已經投入了相當多的一個興趣 那也很希望9月的時候有空的吧 也可以來做做看 就是我會特別講 問題是會為了有機會就是 因為一般人一家 可以他自己的一家 就是不用我們去控制油門 不是吧 這樣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 基本上去做建設 其實還是需要開中的 很開走空 或是 而且我們跟大家就要做很糾正 然後後來有機會是有一款車就要去這樣 自己而已 所以 對 等於是說不用麻煩別人嘛 即使你是全盲的市長朋友 那你也可以想到哪裡做到哪裡 這樣子 對啊 當然就是說自駕車本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開發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是要先確保說 這個機器學習 他可以學 知道說 我在這個路上應該要怎麼樣當一個就是良好的用路人啦 因為他雖然是機器人 他還是要遵守我們的社會規範的嘛 所以如果 比如說有人攔停他 他還是要停下來 警察把他攔下來 他還是要踩煞車嘛 他用路的方法跟我們用路的方法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才會在 好比像說公車專業公道等等的地方先去做測試 因為在那邊 大家平常碰到狀況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 大家比較有一個共識 那如果是在一個一般的就是機車 汽車 自行車都可以用的這樣子一個路上面 那其實發生事情的時候 到底算誰的 這個有的時候 連警察或者我們的用路人都很難講清楚說到底是誰的責任 但是在公車專用道上面 那當然是公車最大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要先在他的規則清楚的地方 先實驗成功之後 再慢慢去調整我們的規則 讓每個其他地方的規則都很清楚 所以大家建議規範機 做一個測試的運作 可能到登記了吧 對啊 是這樣 嗯 嗯 第八點是我們 去年籌辦的一個雜誌叫阿達 是啊 那天其實你有理 有啊 嗯 嗯 就是 我們這樣不用自殺的方式在 FDG的時候 就要讓 其實這種 更有趣或是更直接的調整 嗯 對 其實包括像一塊進去那裡查的那個標語 嗯 每個議題的標語 對啊 其實我要參與理解的方式 對啊 對 那 就你 觀察後 有沒有什麼 看法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永續這個概念 永續這兩個字其實 反白的來講 有一點文軸軸 就是你看著這兩個字 很難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不像說我們看到創新 創新你就算以前沒有聽過這兩個字 你一看到大概就會知道什麼 創造新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它的意思很明確 那但是呢 永續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這個就比較不容易 所以阿達社會師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 它讓大家一下子就要了解到 永續的意思就是 永遠的持續下去 那到底是什麼要永遠持續下去 就是我們的這個地球 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社會 我們不要犧牲未來的人 來成就現在的人 我們現在的人發展的時候 也要為未來的人去想 這個就是永續的意思 那所以像在那個策展裡面 就用了很多的方法 去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用這個 好比像說寶特瓶啊 或者是用其他 會造成未來子尊負擔的東西 會有什麼結果 以及我們現在透過 循環設計的概念 就可以去幫助我們未來的 接下來的世代 那所以我們就是 一方面自己也覺得非常的方便 但是二方面也會造成 後代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在促進大家的理解上面 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一旦大家理解了 自然就會轉變自己的心態 就是我在追求我自己的滿足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說 這個會造成未來的人麻煩 那如果不會的話 那我就會很願意去做 如果造成未來的人麻煩 那我就飲渴 就不要用習慣 我就可能直接喝飲料等等 那這樣子才能夠延伸到 變成他們自己的一個生活價值 所以從理解轉變延伸 那我想點點是來把這個理解的部分 做得特別好 那轉變跟延伸 就是要看每一個館長的人 自己回去之後的體會 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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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好啊 如果你還要請假 才能去做公益 雖然也是 有人這樣做 好比想說 去禁灘等等 對 但是呢 畢竟你一年能夠請假 就那麼幾天而已 所以 如果有人有全職的工作的話 就會變成 365天裡面 他可能只有 我不知道現在特休 一百多幾天了 十幾天的時間 可以去做公益 那這個情況下 就算你再把自己應該要跟家人相處的家喻 都算進去 那也不到一年一半的時間 等於會變成是 你只有一半的時間 最多可以做公益 另外一半的時間 還是在追求你自己的 或者你所在的企業啊 或者是你的學校啊 或者你等等的這個 個別的利益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尤其如果你這邊 創造出來的公益價值 不明確 那你說不定還不小心 會對環境跟社會造成傷害 那你又用你請假去做公益 跟中共去做公益的那一邊來彌附 那這樣豈不是 有點自己把自己瘋 所以 我們如果能夠在我們平常生活的這一邊 就是你是人 你總是要用一些產品的服務嘛 你去挑 對公益有幫助的產品跟服務來用 尤其是如果你在你的這個組織裡面 你有採購的權利的話 那你總是要跟你的上游的廠商 來採買新的產品跟服務 你經過加工跟設計之後 再遞送到消費者手上 如果你是有這樣子的位置的話 那你也可以去參考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 這樣子的話 你一年只要採購到500萬 我還會出來給你頒獎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但是日常生活跟日常的工作 甚至是在你追求你自己所在組織的 茁壯壯大的時候 你也有很多一起做公益的夥伴來一起幫忙 這個就叫做生態系 所以我覺得 點點山說 讓公益融入生活 目前感覺上還比較是個人的生活 但是我會覺得說 在辦公室的生活 在自己上班的時候的生活 那可以辨識生活的一部分 接下來的這個供應鏈的鏈結 以及生態系的建立 這也是點點山 可以再進一步去想一想要怎麼做的方法 亮一句話給你 可以情真偉 我想說我一直在為人 好啊 我覺得點點善就是所謂一點一點做善事 但是當然社會上面永遠都有這種不公平 不平均 不正義等等的地方 所以點點善想要做的這件事情 它並沒有完成的一天 但是正是因為沒有完成的一天 所以可以一致認識新的朋友 所以我還是想送我自己的座右迷 就是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 光的入口 你幫你解釋嗎 那最近我們也邀請人家 吳汝瑋一起來跟他分享你社會出席 我們真的也要接近社會說 你願意摸走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啊 I like you 那可以跟請人家分享說 有沒有 因為在生活中把社會中心 思維的問題 思維的問題 嗯 那 還有就是你自己所認為 社會中心好生活 有時候可以為大眾帶好生活 還有什麼人幫助 對 好啊 我有參加一個叫做 零時政府 零就是零一二的零嘛 G01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它是一個社區 這個社區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專案 好比像說我參加了某點 是做字典的 又或者像說大家可能知道的投票指南 是讓大家投票時候知道很多事情的 又或者像說口罩地圖 也是在G01的頻道上面開發出來的 G01這些專案呢 並沒有什麼共通的一定SDG的某一項 SDG全部17項都有G01的朋友在做 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那麼多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也有一句座右銘 那這個座右銘呢 我覺得也是 大家如果要把社會創新的思維 融入生活的話 可以去想的 G01這句座右銘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社會上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 不公義的不公平等等 這句話是這樣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先承認你就可以是那一個沒有人 也就是說你可以是第一個出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每次想到說為什麼沒有人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轉眼想我就是那個沒有人 那我是那個沒有人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自己出來解決我力所能及的部分 但是呢 你讓很多人都能夠知道說 我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像當時口罩地圖 其實吳詹偉他的財力有限 所以他的那個地圖只運行了兩天 他就要付60萬的使用費用 他付不出來就收掉了 當然最後Google贊助了這60萬 但是當他收掉的時候 整個全台灣已經知道 原來還有這種做法 這就是社會創新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就去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把這個東西 帶給了我們的行政院長 他就說我們全力支持 絕對不會阻打民眾的 這樣子的新的想法 才會有後來一百多種的口罩地圖 但是如果他一開始不是用一個沒有人的精神 自己跳出來做 我們自己是不會想到這個主意的 所以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解決社會問題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你就可以來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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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人家的科技也很棒 人家的科技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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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我們科技去發 去傳遞這個技術 我們發現有些不同的地方 人家的科技也很棒 對 對 那 問你傳遞這個動作 也拿著人 就問什麼沒有人 沒錯 就問那個沒有人 對 所以接下來有別人 想要用一樣的方法的時候 他也不用問過你了 這叫做開放式創新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沒有人 但是加起來 沒有人 是萬拿的人 對 對 我們方理就到這邊完畢了 人家的真問 嗯 柏榮都很 對 然後這邊文章 我段結完之後 我也感受到 今天在往 你也會 是 寄給你真問 好的 好 謝謝我們的主導主持人 謝謝 所以 好